又到了我們的黃金五秒鐘的時間 請大家幫我們留言 按讚 加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一下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BanBan 登登 有沒有看到我的這一身造型啦 為了2019 我新蘭的髮色 你們一定有人會想說 為什麼我的妝那麼濃那麼醜改一下 幹你屁事 我剛工作完怎麼樣啦 好啦開玩笑的 但是如果你們感覺我的妝有意見的話 我就 那這還記得上次的10萬QA嗎 我們當然大家就會抽出 15678910 好 反正就是這一些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抽出到底是誰 很幸運的可以得到我的禮物 那我們10萬的QA呢 來到了5400則留言 這個數量 留言太多了吧 我們現在就要從5400位裡面選出10位 因為10萬QA有跟大家說 希望大家可以留有創意的留言 讓我注意到你們 彈幕留言 長頭私留言 分之不知道拼成什麼東西的各種留言 還有 包括留言有創意的那種 爛留言 總歸以上 這麼多種留言 我要在日中找出10位 其實啊 我要挑出這些留言 我有一個疑慮 就是我 其實在前幾天 我就說過很多次說 奇怪 這篇留言都沒有副品 基本上是沒有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大家為了要拿禮物 所以完全就是騙人說 喔 卸妝好漂亮什麼 就是完全一點點的 謾罵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 蛤 這些人打的字都非常的讓我開心 所以我覺得說 是不是大家為了想拿禮物 而這麼留言的 很明顯是啊 他們裝得很累 大家也有點辛苦 辛苦你們 辛苦你們 好 那我們現在從熱門留言開始看好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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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喔 阿滴英文 留言說原來如此 965個人按讚 阿滴 你覺得我會選你嗎 不會 因為是要給粉絲的 所以不會給你的 要怎麼吸引本本姐姐的注意 噴水噴水愛心噴水 一開始是從抖音直到姐姐的印象 就是也太準了吧 其實很多人都說看到我的抖音 覺得我很做做裝可愛 然後說我拽的真的很少 廖子液 欸他用我用那個 本字拼成了一個我的簽名欸 而且肯定不是複製出來的 那我就抽這一個 恭喜 恭喜中獎 請聯絡粉絲專頁 萬中選一的第一個 讓我們繼續往下 雖然我也想養小雞 但家人不同意 我很難過 所以才養鸚鵡 不要這樣子嫌棄鵡啊 不然你可以養 養犀牛 你知道犀牛很快 我養媽姐大便超少的 我家就養了三隻 只是我還沒有拍給大家看而已 欸 坐下 有創意的留言 這算是 嗎 沒有三尾 你要三尾幹嘛 我找到彈幕留言了 就是6666 笨笨我婆 嘴人都溜起來 其實我一週前看到他的留言 我就覺得超厲害的 最有畫面感的 複製貼上 就是你了好不好 恭喜 選我選我選我 沒獎品沒關係 那好吧 那就選你 可是沒有獎品 我發現本本卸妝之後 好像更漂亮 難道是在工商卸妝品 欸各位知道了嗎 那個卸妝品找我工商好不好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原來 我可以把眉毛拿下來 拿下來又放回去 這個其實我在我的這個留言看到了非常多 所以應該說這些都是複製上來的 因為就是各種這個複製過來的留言 那我們就跳過去 雖然真的很可愛啦 喔這個留言 他雖然是把歌詞後面多加本本兩個字 但是呢 夠老派 這邊的人現在都是現代的言文字 就只有他一個老派 所以我們決定 他就是第三位好不好 想不到吧 身體法夫受制父母 誰無父母 你沒屁股 我真的沒梗 你真的沒梗 你直接複製我的話上去啊 我很有創意吧 我很有創意吧 陳恩 讚 對念讚 我是從抖音 及朋友口中聽到你的 一開始對你不熟 你面對那些酸民這麼高的EQ 要是我應該氣到去他們家門口撒定書針 你知道定書針 撒在地上也是平的 所以踩到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要撒就撒定書機 至少他踢到還會半倒 那個酸民就打開門口去看 怎麼那麼多定書機 好難過 我真的很喜歡你老實說 我以前以為你一定不敢卸妝 就有私訊你 現在雖然打臉自己 但很開心 因為這世界上還是有這麼不做做的人 我才不想要日曆跟寫真集 呵 你這讓我有點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選你知道嗎 好 那我就當你沒說過 我就選你啦 你說不要 我偏要 我告訴你啊 結果他電腦課查本門的照片 然後說 欸欸欸你看 然後我就說 看三小你他媽很吵 同學就說他很漂亮 我快崩潰了 喔我以為你要 真讚我 結果原來是你快崩潰那好吧 我本來以為 是一個反轉的內容 就可能你說 喔真的很漂亮欸 我要追蹤他 結果不是 斑斑很漂亮啊 但是個性有點老司機 快上次啊 第一次你可以養母雞 不會像公雞一樣 提腳優 記得喔 你是不是走錯瓶啊 為什麼後面要加個記得喔 本本拉臉很像水滴魚 你知道水滴魚是什麼嗎 這水滴魚長得有多醜嗎 好像真的蠻像的 好像真的蠻像的 好選你選你 我就選你了好不好 大屌萌妹 本本不好意思 我很想知道你那件外套 是哪裡買的 很多人真的在問我的衣服 到底都去哪裡買的 那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的話呢 就關注我的蝦皮 我就幫你們代購 怎麼辦好多喔 是要怎麼看啦 啊 好痠我的屁股 這樣好多人 你為什麼不愛狗或貓 我有說過我不愛嗎 我覺得頭划狗或貓 很好看欸 真的嗎 謝謝咯 如果我抽獎抽到 就換我回報一波 我要把他送給我哥哥 抽中吧 紀念你這份孝心 我就抽你好不好 你一定要送給你哥 不要騙我 齁 不愧是表藝系出身 角色扮演超六 其實我高中的時候是日文科 然後大學的時候 才是表演藝術科從幼 我才上了半學期 我就被退學啦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直在工作 所以基本上 我不能算是表演藝術科的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上到課之類的 本本我小六 就把千本幼女全背下來 國中時因為唱這個 被寄了兩支警告 嗚嗚嗚 如果你們是老師 聽到學生這樣唱 你們會寄他警告嗎 我會跟著唱啊 好啦 那我們就選你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現在看留言已經看了三個小時半 然後我沒有辦法順利的選出到底要選哪一個留言 所以呢我決定剩下的幾個留言呢 我就來玩個小遊戲 就是呢我隨便丟出一個關鍵詞 如果有出現那個關鍵詞的話 我就抽他 這關鍵詞要什麼呢 鴨子 太容易 本本 那你把你根本看就好了 杯子 應該沒有會留杯子吧 我覺得要有一點點可能性 一點點可能性 爸爸媽媽 因為剛剛有人留言說 弟弟哥哥 好 如果有人留言爸爸媽媽的話 我們就抽他 看一下 看一下要不要送給你爸 有對 魚父子 有父子欸 還真的有 爸爸 為什麼大家都說魚的記憶只有7秒 爸爸說 蛤 呵呵呵呵 雖然沒有媽媽但是 呵呵呵 好那我就抽這一次很好笑 好 那下一個留言呢 我決定呢 只要有提到10萬QA的彩蛋的內容 就選你 我可以去你家當清洗鴨便便的員工 無薪員工 好 好 那就抽你了好不好 因為我的彩蛋呢 是我早上醒來 我去找鴨子 然後再幫他沖大便 花生醬很好吃 因為真的有夠爛 所以我就選你好不好 有讓我注意到你 因為 我不知道你的花生醬是在說 一開始開頭打開的東西 那是為了呼應我第一集的影片 我打不開豆腐乳 所以這一集 我終於打開給你們看 那個不是花生醬 是豆腐乳 而且豆腐乳很好吃 要買薑劑的 知道嗎 為什麼要記得 恭喜中獎 恭喜薑劑豆腐乳 好 我們現在決定來盲選 因為我真的選得好累喔 小弟的小弟 把骰鐘拿來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就用這一副骰鐘 來玩吹牛 來玩 裡面有三個骰子 我們只要骰到的數字是多少呢 我們就往下滑幾個留言 那一個留言就是我們要選的 好不好 三個六 抓 九 那我們現在要往下囉 一 二 六 七 八 九 跟我一樣是射手座 而且 你真幸運 當我們是射手座 有緣人嘛 我就抽你好不好 耶 耶 終於把五千四百多則留言看完了 然後其實這些留言我都看過很多遍了 但是我今天又重複看了好幾遍 然後看了五個小時多 那我覺得呢 好 那我們已經請這十位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那等這十位私訊我的粉絲專頁之後呢 我會再從這十位之中 挑選出 三位 我跟你講這三位非常的幸運 怎麼樣幸運呢 你們就是我的 終極爆裂之幸運 黑化的 王者之都 怎麼樣 夠幸運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還沒有結束 我跟你講 期待下一集的影片 讓你們知道什麼叫做 救急爆裂之 面具之 可樂吸塵器 幸運之 黑化救急 骰舟愛之 液體 杯子衛生紙 奇異筆之 爆裂之 鈴鐺 救急之 王者之都的 幸運兒 童話裡都是騙人的 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也許你不會懂 你說 哎 你們知道無奈又崩潰的笑要怎麼笑嗎 我現在要教你們 這個技巧就在於呢 你要有一點厚道 然後 把你的嘴巴打開 然後發出那個氣音 這樣子 然後對面嘴角要上揚 學到了嗎 你們學到了嗎 謝謝 現在整形也是可以這樣搓了 那好吧 你就當我有整形吧 那你整形可以這樣嗎 然後到開始掛電了 來啦 幹什麼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啊 為甚麼